早晨 大家好 歡迎收看信網早市有計 我們今天請來鷹業環球董事總經理陳炳強 Thomas 和我們分析大事走勢 Thomas 你好 各位好 加碼美股表現偏遠 拖累港股今早低開 開市回來很快已經失手了22000點的關口 其實昨天恆指可以守住22000點的關口 只要是受到內地股市的因素帶動 預計後市可不可以跟隨內地股市會做得好一點呢 如果內地股市真的做得好的話 肯定是對恆指有幫助 港股也有幫助 因為香港的指數成分股很多都跟內地有相關的 問題就是它的力度如何呢 暫時看昨天主要因為中國的數據 顯示中國經濟都穩定膜利 下半年或者會好一點 這點持續都會有多少幫助 因此已經對港股有幫助 但亦都當然同一時間港股受外影響 整體環球的股市都在調整之中 以及在褲子的一環底下都有些疑慮 所以港股我覺得亦都是因為這樣 這時間未必會有很大的動力 預計會在哪些水平徘徊呢 都是之前所說的2100至2100之間 因為202500曾經都試過上迫 但很短暫的幅度很小 成交不多跟著跌下跌下跌 因此暫時這個上下區間仍然有效 現貨金價曾經從上1400美元的心理關口 看到招金有不錯的表現 這隻股份還有沒有得升 昨天表現已經非常不錯了 其他黃金相關的股份可不可以追落後 金礦股和金價是有相當的關係 金價我覺得是短時間的下降季已經破了 所以技術上金價是好一點 唯一是人擔心美匯也有短時間反彈 對金價是有所增壓抑的 但整體而言我覺得 暫時我會對金價是樂觀的 至於金價和金礦股的關係 不是直線同一時間去馬上反映出來的 最近金礦股是因爲金價而追落後 短時間我覺得亦有所延續可以的 但它不一定是等到金價見頂才見頂 因此大家反映 金礦股也要轉身快 看那個停車市場上焦點不在的話 它會很快 暫時我已經看好了 其他黃金相關的股份可不可以追落後 我覺得可以 再加上黃金由於現在的避險情緒略為 現在是高一點點的話 那個又不至於很大件事 沒有什麼方向性的資金 都會找不同方塊 所以跟黃金相關的 現在都仍未是非常之引人注意 所以應該還可以浸 大家的股票放得更多在黃金方面 所以亦都可以在那時通通到 相關的股份升得走 昨天內險股表現錯的 很多隻股份都可以升超過2% 甚至而這個板塊短期可不可以做好一點 其實內險股主的近公布業績 很多都是能夠符合市場的預期 不過你符合預期 不表示你就一定很好 一向前看才行 我覺得如果在基本因素體 未來再看多半年的話 不至於太過不利 因為經濟始終都穩定了下來 既然是這樣的話 就對A股市場 對投資收益 或者業務方面都有幫助 不過在現階段 我們看到有部份的業績 是得以好過預期 所以我覺得動力仍然會有 至少我們不是看長時間 這個大家可以有機會 Thomas 今早有沒有股份可以推介給投資者 就是內險股 其中我們剛才公布了業績 財險 財險方面 不太方便看 因為業績是16%增長 算是不錯的 但這個是角色 我們從前看的話 我覺得業務增長下半年 應該仍然有所表現 另外就正如剛才所說 由於如果A股市場就住 內涉經濟比較穩定下來 大家有信心的話 會有所給予的 因此也對它有所幫助 第三 最後一樣就是 我計時上是放了一個下降的軌跡 現時是基於10元上面 我建議現在可以賣入 初步我們就 不要想著很長線 我覺得是大約12元左右的目標價 假如結低於9.7元 即是表示今次的突破是假的 作為一種指示 Thomas 你有持有上述的股份嗎 沒有 今早很感謝Thomas的分析 早時有解 明早再和大家見面